來了 戴上造型墨鏡 韓星現身桃園機場 穿梭在人群中依然耀眼奪目 坐上輸送專車 粉絲緊跟在旁 分分拿起手機錄影拍照 才剛抵達桃園機場就引起騷動 原來他們是南韓電影 餘生同行演員 曾以4.9億票房 創下韓片在台最高紀錄 此次續集大規模的把演員和導演 請到台灣 出席台灣史上最大的韓片紅毯見面會 電影拍攝手法張力十足 劇情精彩 仔細看主要演員何振宇 馬東石以及金東絮朱志勳金香起 演員們的黑白風格 呼應角色 陰間使者的異味 其中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金香起 甜美可愛綁起馬尾 露出甜甜微笑 和電影中的學生頭完美呼應 榮登台灣史上最賣座的韓片電影 與生同行 第二集即將在台灣上映 只是來台舉辦見面會 就引起廣大的粉絲騷動 不難想像續集再次登上大螢幕 一定又是票房滿座 記者綜合報導